女人宽衣解带踏进木桶之中 明天她的丈夫就要再上升死沙场 秦丽深情地凝视着妻子 任凭妻子替她擦拭身体 就在半个月前 秦丽遭遇了江北霸主端木齐 被端木齐故意打成了废人 正所谓杀人诛心 为了进一步刺激秦百川 端木齐派人送来了一把轮椅 见端木齐如此羞辱秦丽 即便是秦百川也恨得咬牙切齿 反而是秦丽表现得更加豁达 阻止了想要动手的秦百川 让秦百川扶她坐到了轮椅上 麻烦两位回去告诉秦丽 说秦丽做得很舒服 以后我一定送一把给她 是 秦丽不按套路出牌反将一军 让端木齐的算计彻底落空 两天之后 秦百川带着秦丽来到天山雪岭 希望身为姐姐的莫仇 能够替秦丽化解心结 秦百川离开七星楼后 七星楼群龙无手士气低落 时常遭到九色齐的袭击 楚江南一人独木南枝 带着七星楼弟子艰难抵挡 还受到了万黑齐的嘲讽 现在已经第五天了 我每天打你一次 看你七星楼可以熬多少天 七星楼的形势不容乐观 楚江南连忙派人通知秦百川 秦百川知道九色齐灭不了七星楼 依旧是野儿子秦丽为重 继续待在天山雪岭没有离去 秦丽知道是自己拖累的秦百川 与其这样碌碌无为的苟活下去 不如轰轰烈烈的死在战场之上 端木齐把我打成残废 秦百川知道自己阻止不了秦丽 答应了秦丽的请求 想要拿回自己的尊严 就得抛弃所有的耻辱 秦百川将秦丽背起 随后一掌打碎了端木齐送的轮椅 这也是端木齐给秦丽的耻辱 秦丽回到木屋后 宣布他明日将会大战九色齐 威燕荣知道秦丽的想法 并没有寻死密活阻止秦丽 他宽衣解带进入木桶 体贴如微地伺候秦丽 算是与秦丽做了最后的告别 次日清晨 秦丽来到了九色齐的兰齐分堂 负责分散端木齐的注意力 如今的秦丽只有右手能动 能发挥出的实力不到平时的一程 可即便是这样 秦丽依旧是威猛难挡 手中的长剑在人群中穿梭 一剑挥出便带走一条人命 竟是稳稳压制住兰齐分堂的人马 眼见自己一方死伤惨重 兰齐分堂开始不讲武德 利用弓箭手对付秦丽 秦丽全身瘫痪躲避不及 惨死在兰齐分堂的乱剑之下 他望着天空面露笑容 因为他的牺牲不是没有价值 此时的秦百川亲自带队 来到了九色齐的合肥分堂 尽管合肥分堂有着五个堂主把手 可面对江南霸主秦百川 他们的武功根本提不上台面 联手也依旧不敌秦百川 秦百川成功攻下合肥分堂 拿走了端木齐的所有金子 端木齐得知消息器的三尸神暴跳 气势汹汹地找到了秦百川 嘲讽秦百川为了金子 竟然网顾儿子秦丽的性命 你想用我儿子来打击我 我就用你的金子来打击你 我只要能打败你 我就对我儿子有所交代 秦百川与端木齐针锋相对 端木齐担心秦百川有埋伏 只好带人离去再做打算 而秦百川回到七星楼后 召集手下的精英死士 准备前去攻打九色齐的总舵 与端木齐彻底做了一个了断 临行前 秦百川找来了楚江南 他担心自己万一不敌端木齐 也还有楚江南主持大局 于是将七星楼的核心机密 交给了楚江南 秦百川如同交代后世一般 将所有东西托付给了楚江南 楚江南投桃报李 认为秦百川不应该后继无人 刻意找来的一名叫做小莲的女人 要为秦百川流下血脉 秦百川经过楚江南的劝导 终于同意与小莲同房 可就在秦百川心愿一马之际 却突然遭到了楚江南的偷袭 江南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 天下最毒的暗器就是夺破 而你身上所中的就是夺破 我记得你曾经过 那大概是夺破